圈中两位漂亮妈妈 黄婉曼和岑杰怡 这天抽出一点点时间 暂时放下子女去看手影放松一下 黄婉曼还带老公出席 她说两夫妻很久没有拍拖看电影 所以见有机会 都好好把握享受一下二人世界 至于今个暑假 黄婉曼和岑杰怡 都喜欢带子女进戏院看电影 除此之外 还要安排很多节目和活动 虽然是忙点 但是见到子女开心成长 多忙都是值得的 有什么学习 成就就是学跳舞 因为本来我觉得她很害羞 以为她不是很介意 因为每一次进去上课 就不知道她想成什么 接着最近老师送一些片给我看 我很惊讶地 原来她是可以站在前排 然后跳续整个舞 接着这两天在家播一些K-pop 她是可以自己发挥舞步 跳到很激昂的 我都挺惊讶 我觉得小朋友的无限性都挺多 等她自己发挥 不要以为她害怕车 就不让她上次不同的东西 所以你要继续努力地培养她 会呀会呀 成为将来的Black Pink 我不敢这样想 但起码让她可以自信心高一点 或者是放得开一点 她儿子已经很多东西在学 我自己就觉得 这些兴趣真的从小要培养 所以我小小时 不是我小时 不是她小时 我已经想起她去学什么 我觉得男生最重要是学一些 比较outgoing的那些 踢球 游泳这些是必要的 刚刚最近又学了劍击 我觉得好像吃正了 现在就是奥运 她又学劍击 又觉得一件挺有趣的事 黄婉曼表示 大女已经放完暑假开始上学 而小女亦都在今年入学 每日接送两个女儿 上学放学都已经够忙 不过她还要打理自己的面包咖啡店 现在还忙着筹备推出中秋节月饼 今年我都有继续做月饼 但因为做了几年 自己开始有经验 就想做多些事 尤其现在有小朋友 我今年的月饼 会捐给一些慈善机构 就是有些收入的一部分 我就会捐给一些 跟小朋友有关的慈善机构 可以帮一些不同的小朋友 还有我今年的月饼盒 就找了一些 有读写障碍的小朋友 虽然他们可能读写有障碍 但是他们很有幻化的 变成一个盒 我今年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盒 就是很童真 还有很漂亮 我觉得可以 真的卖月饼 你又可以做到慈善 开始是做到自己想做的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